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荐你买一个纯电车 你说担心充电跟续航问题 推荐你买一个纯汽油车 你说现在油价贵 担心油耗高 好像还是捆合动力好一点哦 有没有捆合动力推荐呢 有还是自主的捆合动力 今天长城为马其朵请求出站 长城为的捆动系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就是个1.5升自然吸气阿特机身循环的发动机 第二就是一个有115千瓦双电机的整个电机组 第三就是个1.7度电的电池组三个部分去组成它 而怎么去捆呢 那听官方资料去介绍 35公里以下主力驱动的就是电机 35公里以上主力驱动就变成了发动机 而电机只是辅助去驱动 当然全力去踩的时候 肯定是电机跟发动机一起去驱动它 听起来整个运转的模式有点像丰田 前面说的这么复杂 又说什么结构多少个电机 有多少种驱动模式怎么去充电 我听它的官方讲解我觉得难以理解 但是其实开上手我觉得很简单理解 40公里以下明显就是一个纯电驱动的状态 跟平时开电车的感觉一样动力非常的爽 而且响应非常的快 而40公里以上呢 马上感觉发动机出来了 有一点发动机的声音呢 甚至多踩点油门 马上听到一些发动机的声音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呢 是稍微会比比亚迪唐DM的那一套呢 声音会大一点的 甚至其实你油门不便 遇到一些现在上坡路段呢 你都能感觉这个发动机声音快稍稍震大一点 但是呢这个动力感觉依然是挺爽快挺好的 动力上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最重要它非常的顺 一点顿挫感觉都没有 就算是极加速啊有意去搞搞它 也没有搞出一点顿挫出来 基本上就跟我们熟悉的丰田本田 甚至谈DM的那个动力系统差不多了 顺畅程度很好 比市面上大部分 这种带变速箱的PHEV车型呢 亏电时候呢 应该都没有这一个来的这么顺 这个顺的程度 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而且呢 后面再去加速速度较快一点的时候 也感觉其实加速力一般般 说真的这种混动车型呢 主力卖的就是省油 这台车的官方数据啊 100公里的平均油耗4.7升 加满油呢 据说能跑1000公里的啊 这油耗程式相当不错 但是要加速的话呢 就一般般的 0-100公里的加速程式啊 官方8.5秒 其实也跟比亚迪跟丰田本田 这种加速程式差不多啊 看来这一类的滚动车型呢 整体的特点呢都很接近 看看前面这条路 这个减速带之多啊 看到都觉得腰骨有点痛啊 那所以呢看到这种路我就理解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消费者 会用底盘的输性 尤其是底盘过减速带的表现呢 那很难一台车的好快 那今天这条路不是什么 试车场就是普通外面的道路 都能有这么多减速带的 就用这种减速带来考验一下 这个马奇朵的底盘表现怎么样啊 其实啊刚刚我已经开了一些高速啊 乡间小路啊去感受一下 这个底盘呢 任性做的挺好的啊 驾驶感觉还挺灵敏挺扎实的 但是滤震的水平呢 过种小的起伏啊 烂路啊我觉得呢动作有点多 而过这种减速带呢 当然也不算是很舒服 很好滤震的状态啊 比较硬斑斑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大众那种啊 硬斑斑的同时又觉得挺有厚实感的 真的这种扎实感还是挺不错 不过呢要说滤震呢 其实一般般真的可以站一站呢 就是厚实感还有呢 它的底盘静音确实挺不错的 走一些烂路啊走一些高速的时候 还会觉得这个底盘挺安静的 看评论呢还有先问 喂阿山你要说一下这台车 亏电状态下开起来怎么样才行啊 喂大哥别搞捆啊 这台不是PHEV 这台是HEV 它是不能充电 只有加油一种能源方式的 所以你买了它是不能上绿排的 只能上普通汽油车一样的蓝排 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有人就会问了 自主滚动说了这么久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带到大家面前 正式放到市场里面呢 那喂就说明了这一台马奇朵呢 会在8月底成都车展的时候上市 到时候大家等着吧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车的定价啊 级别什么水平的 看尺寸呢 它应该比自家的摩卡要小一点 但是看里面的类似用料配置呢 又觉得哇应该是一个挺高级 定位挺高的车哦 因为你看里面这里 从这边到这里到门板 全部都是皮质 加上一些软的材料 然后中间这个屏幕14寸啊 跟很多人家里的手提电脑的屏幕 大小差不多啊前面该有的HUD 无时进入智能驾驶 哎这套智能驾驶可以说说哦 之前的摩卡跟这次的试驾 都发现这个智能驾驶呢 挺好用的挺方便的 甚至什么高速超车的时候呢 比我们家的那个小盆MGP 还质押还舒服 这个智能驾驶在传统车企里面呢 我可以点名说一下真的做的比较好的 还有Infinity的音响之类 就感觉车里的配置氛围真的挺高的 所以这样的用料这样的配置 你觉得这台马奇朵要卖多少钱啊 马奇朵的后排 眼型也是一个好学生的代表 各方面都做的很完善很工整 首先看空间 那坐进来腿部空间有两拳有多 然后地台全屏的 怎么动都可以一脚可以蹬到对面 后面该有的空调出风口 ESB接口它都有 然后整个座椅呢也做的很柔软很舒服 皮质舒服 座椅够厚 然后够柔软 坐进来其实挺有沙发感的 甚至整个皮质包裹样式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还有些小细节呢 然后下车让大家去看看 就是这个座椅 其实是做的比较低的 虽然这是台SUV 但整个座椅的高度应该跟轿车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可能比轿车更低啊 我靠近来比了一下 就是我膝盖高一点的位置 所以上车也是不用往上去爬的 很像一座 一座这个座位上面啊 还有呢 其他的小细节它也不缺啊 比如是有个小的三角窗 然后让整个后排没有那么压抑 没有那么暗 另外呢 一键就可以把整个座椅 全屏放倒 连通这个尾箱 这个就很典型的 虽然说呢 后排也不能调什么角度之类的 不算是很出彩 但是该有的它都有 作为捆动车型肯定就多了一个大电池 那电池放哪里呢 马其斗呢 就放在尾箱的备胎位置 一打开马上看到这么大的一块电池啊 你看1.7度电就这么大 想想那种电动车大电池 这样的位置更多 那这里打开呢 还有些小的设计 这有个风道啊 是直接连通这个电池位置 肯定就是为了帮这个电池去降温的 隔边就是一个低压的蓄电池 这里还有一些补胎液的一些工具啊 充气风之类的 反正这台车就没有备胎 只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布局了 这种过产车就这样 它就是重重外观 那吸引人的最基本条件嘛 这个因为大家都不了解 它里连样子都不吸引 那怎么办呢 谁会碰你内炸好不好呢 还是这位叔叔的这个车厉害点 轮值又大 越野性能秒杀所有SUV是吧 刚刚那位叔叔对这个车非常感兴趣 一直问我什么钱 我说还没上市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只能期待等一下多少钱 我说你喜欢吗 他说我看这个车的外观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挺喜欢的 颜色什么都好看 但是反倒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这个胃 这一台马其朵最大不足就是 外观真的没有脱离以前胃的影子 就你出了胃这么多车 从VV5 VV6 VV7到这个摩卡 这个马其朵 好像整个样式都是同样的套路 没有跳出任何框架 反倒这台车我比较欣赏它内在的 动力又平顺又舒服 底盘又很有扎实感 类似用料又高级 甚至配置又高又好用 但是就是外观这方面 我觉得还能再进步一下 跳脱一下 我知道为了套路 就是想做一台 好像奥迪 宝马那种用同样的家族式的外观 然后套在不同车上面 让大家很好的辨识度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雷同了一点了 再搞多点夸样了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另外这个捆动 我试过自主这台捆动 我觉得还很能打的 很有市场的价值 甚至很有竞争力的 但是就是价钱什么水平呢 如果十几万能买到的话 我觉得还是真的能买 这位叔叔真的很喜欢这台车 落内会回几次在那 问完我之后还在那里拍照 他样子是这么恰人吗 难道只得我不是很欣赏他的样子 可能真的审理不同 真的吸引的年龄人群不同 都怪我心态太年轻了 是什么嗯 这是什么